这个39岁的老将有多难对付呢 这能够是比0很小高频的主力选手 大家好欢迎回到一瓶旁 我们来看场发现今天的功效大战 这也算是侯应桥的成名折战 红西服的成熟是侯应桥 他是出生在80年和马林寺同一年 已经是退出国家队很长时间了 而侯应桥的对手是王楚清 出生在2000年 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光频的主力选手了 手机上来双方还是打的比较保守 都是在相互试探 现在是6比5 侯应桥他的打法是比较特别 他的防守是新交 这手是反交 是属于被动防守型的小球打法 王楚清就球是小礼一板 有点对不到点 这种遵守都过去的球比较飘 打到关键分 昏桥是想往进攻去得分 王楚清就球是比较过了旋转 想要去正手暴从一板得分 王楚清这球旋转还是没有判断清楚 刚刚是一个下网现在又是一个出界 侯应桥的防守胶皮是用颗粒比较短的生交 而其他同类打法是用长交 所以还是让很多对手很不习惯 他们两个年龄上是才了20岁 侯应桥上一次夺光是在2000年 那个时候的王楚清可能还没有出生 王楚清是采用了一个小攻击合的战术 再要乱点上去前后丢动对手 侯应桥的这球小得很壮 而且这球刚好是一个半出台不好发力 王楚清这个时候整个多年站不住了 因为这球真的是太壮了 对于这场比赛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互动 侯应桥现在是第二局9比6领先 比赛的节奏王全在他的把握之中 对于这个深交的小球打法 王楚清应该还是没有遇到过 因为他们两个人在国交队并没有交集 王楚清应该是一个防守堂机 王楚清的这个放肚可是不够严谨 不过王楚清应该是有参加了 也是本测比赛的夺冠大热门 猴鹰潮右舍正手抖了一把 王楚清回球出界了还是有些无畏失误 现在是第三局3比3 看看王楚清有没有什么调整 被连绝3分的王楚清是造了一个暂停 还是想晃一晃现在打的有些没有头绪 王楚清还是国平的世界冠军 主要是团体和双打两个项目 单打的话就有市民赛的季军 王楚清回球下网了 还是对寻找的理解不够到位 这个球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寻找 整个球的弧线太飘了 猴鹰潮现在是周比5领先 他在国家队的时候并不是主力选手 更多的是作为陪连的存在 被追了两分后 猴鹰潮是造了一个暂停 回来后就是一个发球的直接得分 王楚清这个时候肯定要多打一些 这种薄杀球出来 滚家云打的话是比较下风的 猴鹰潮现在是3比0领先了 王楚清还是没有太好的得分手段 王楚清连续得压防守位 但是质量初步来 猴鹰潮是越小越稳 如果想要打好小球 正手的能力一定是要过广的 但是很多年轻选手 这手都是比较平庄 一旦王楚清的回球质量下降后 就很容易被猴鹰潮防了 这样更被动了 猴鹰潮这局是打得分的放松自如 常常是能够主动进攻得分 现在的王楚清形态是有些变化了 这时的威胁物太多了 最后是猴鹰潮4比0 很少的王楚清 在当时可以说是正经的整个平堂